大家好,我是乐天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干货 今天分享的这个技术干货 也是围绕着短线的操作风格进行 其实大家想一想 我们进入这个市场 每操作一笔 其实大家的一个初衷都是短线捞一笔就走 但是无奈 没达到预期 或者自己的摊育起来了 最终把这个短线做成了中线 中线做成了长线 长线做成了贡献 对吧 那么今天这个短线方法就告诉大家 如何在哪个位置买 买了之后应该快速的获利了结 买入就要涨 涨了 获利了结又换下一值 所以这个方法对短线投资者来说 非常非常有用 而且简单 特别容易识别 那么后面也会跟他讲很多的例子 让大家清晰的能够理解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要点 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有一个大阳线出现 这个大阳线 它的位置的要求不是特别的严 不管是在上涨 在下跌 还是在横盘的过程当中 只要出现大阳线 最好是一个掌平板的一个大阳线 第二点 大阳线之后 处于一个什么 横盘 这个横盘的话 一般是三到八个K线进行横盘整理 第三点 那么在横盘过程当中 这三到八个K线 它这个K线的一个低价 是不能击穿之前这个大阳线的最低价的 那么具体的 跟大家稍微简单来 用一个图表来进行个概述 大家可以看到 一根大阳线 对吧 后面出现连续的小阴小阳 或者是大阳大阴 也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什么 横盘 横盘之后 就会启动一个大阳线 或者掌停的方式进行一个启动 那么在这里面有三个情况 一个是最强的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种是娇强的类型 还有一种一般的 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 那么我们在实力当中 来跟大家一起来 概述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K线的走势图 对吧 一根大阳线 前面一根大阳线 但是这里没有出现 出现三到八根这个横盘 那么我们前面这个就不算 后面又出现一根大阳线 后面连续的横盘整理 一二三四五六 六根阳线 对吧 这里出现了这个六根阳线 那么这六根阳线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种什么 向上奔走的 是向上的 而且是一种什么 微幅向上的这么一个整理 那么之后出现一根大阳线 对吧 直接的一个拉伸 这种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一般出现这种大阳线 后面连续出小阳小阳助推不断的弹升的这种奔走型的后面一般出大阳线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强 而且连续大阳线的概率会比较强 这一点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相对而言一般的这种情况啊 交强的这种情况来看一看 出现大阳线不管它什么位置出现大阳线 横盘整理这里出现了将近九根对吧 这个十字星 后面就出现一个大阳线 涨停板 这里一个涨停 后面在这里整理 整理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这里一个涨停板出现 涨停板之后 你看一下 它又出现这个横盘整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段时间又是一个横盘整理 这个横盘整理啊 依旧没有颠破这根大阳线的涨停板的一个最低位 对吧 它横盘整理之后又出现一个涨停板 对吧 后面它回踩了 回踩到这根大阳线的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但是没有破 后面启动连续三个涨停板 直接进行拉升 大家可以看到 力度是非常强的 就是这一个图里面 连续出现了三次N型反弹的一个什么表现 对不对 N型反弹的一个表现 而且这N型反弹的一个表现非常之标准 所以说一般你满入进去之后 潜伏进去之后 等它出大阳线 出现大阳线 你就满出 对吧 好 之后继续潜伏 等它调整到五六根的时候 对吧 你就可以潜伏进去 潜伏进去就耐心等待它的一个拉伸 那么我们继续看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而言 一般的 比较弱的 但是它还是后面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 你看看 这个掌停板的一个阳线 之后在这里面整理下来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打到第七根 K线的时候 回踩第一根大阳线 的这时候 那么确认了没有跌破大阳线之后 一波凌厉的反弹 三个掌停板的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简单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也是一样 对吧 掌停板 大阳线启动 之后调整 调整 连续一二三四五六 六根小K线 进行一个什么 横盘整理回踩 没有跌破 就跟大阳线的一个低位 之后启动 对吧 以掌停板的启动 N型反弹出现了 对吧 这个N型反弹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的吧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个N字 大家可以看 是一个N字 大家可以看 这里启动之后 你在这里 第二天 抛掉 抛掉之后 干嘛 他这里又来 一二三四 四根 这种相当于较强的 之后又走出一波凌厉的 就这种就相当于啊 是一种更加强势的N字反弹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简单啊 所以说从这些图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市场的一个走势啊 我们只要找到一根掌停板或者七个点以上的大阳线就作为观察 观察之后 你不要急 第二天第三天不要急着去买 一般最好要等五根K线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重点的留意它的一个回踩的力度啊 如果没有跌破启动的大阳线 那么就可以慢慢进行潜伏了 他有可能在第六根 第七根 第八根就直接进行拉起来了 当然的话 这里还会结合一些这种均线或者其他一些技术指标 做一个辅助判断啊 那么如果你不结合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判断的话 你就单纯的从K线角度也能够从容的参与进场 那么就只有等待它的一个拉伸 花一点时间等待拉伸 对吧 结合其他旧指标的话可能会更加精准一点 不结合的话就耐心的等待 如果我们进入进去之后 它跌破了这个丹阳的最低点 那么我们就出局 在这个止损空间是非常小的 对吧 止盈空间非常大 好吧 一般的话启动 掌停板启动 对不对 掌停板就启动了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方法啊 尤其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啊 把这个方法 掌握好 多练习一下 那么在市场上是非常容易抓到掌停板的